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呢 我再给您介绍一下 我的这个小马视频频道 为什么要再介绍一下 大家看这个位置 B站是吧 就是说 从今天开始呢 小马视频正式支持B站 为什么要支持B站 因为最近有很多朋友 给我留言 越来越多的朋友 给我留言说 他说这个小马 你能不能把你的视频 传一份B站 如果你不传 能不能我帮你传 首先我想给你 感谢这位 给我留言的朋友 我来传吧 我来传吧 是这样 最近很多 其实不是一两位朋友 很多都给留言说 他说你做这么多视频 如果只传优酷的话 其实有点浪费 传YouTube的话 国内看不见 能不能咱做个B站 做一个年轻人 更多的网站社区 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 所以我就去申请了一下 B站的账号 结果遇到了很多问题 遇到什么问题了 遇到要回答很多问题的问题 给我头疼死了 那怎么办 我就一时遇到了问题 就没做成功 这个地方 我非常感谢 YouTube的一位网友 这位朋友 他给我了一个 B站的申请的邀请码 让我非常顺利的注册 B站成功 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那咱们看一下我的B站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我的B站的账号 大家看 非常简陋 只有三个视频 是吧 没关系 今后我会像更新优酷 YouTube一样 持续更新它 请您关注我 OK 我现在给您说一下 我的视频频道的 今后的计划 因为我是从2016年初 做的视频频道 当时只有优酷 当时我记得做的视频是 一个是Budelstrap的教学视频 还有一个是游戏 叫做勇者斗龙建造者 当时也确实是 刚做 没什么经验 只申请了优酷 后来我申请了YouTube 然后这两个 一个是国内 一个国外 这两个频道 我是同步视频 一个视频 两面都更新 然后今年初开始 我又做了YouTube的IT技术频道 这个频道里面 只有我的IT教学视频 然后我的YouTube 今后我只更新 游戏和生活视频 但是国内的优酷和B站 我同时更新 游戏加IT教学视频 所以说 请您能够 国内的朋友 关注我的优酷 或者说关注我的B站 都可以 国外的朋友 我觉得 您还是看我的YouTube 比较好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国内有好多的视频 我传的视频 是1080的高清 但是像优酷 它就不可能给我转换 百分之百的成功 一部分视频 能够转换成高清 一部分视频 就是给我 这个低情显示 弄得我也很头疼 而B站我是刚刚使用 能不能转换成高清 我还不知道 但是YouTube没有问题 我传的什么样的格式 它就给我 直接转换成什么样的格式 非常的不错 所以说国外的朋友 我推荐您用YouTube 和我的IT技术 国内的朋友 没关系 您就还用优酷和B站 就可以 然后我的视频 大概也是两种 你看 比如像下面这个 精品课程 这个是我 把最新的IT技术视频 我都做成教学课程 分享给您 下面是经典游戏 大家看这个地方 永远都能见到者 这非常的怀旧 这个是我两三年前做的视频 谢谢你 放在这个地方 今后我还会 以IT技术和游戏为主 同时更新 这三个网站 好吧 也希望得到您持续的关注 OK 那我这个教学的这个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今后呢 我会持续更新 希望您能够关注我 那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